第二是经济的虚拟性 虚拟是戏曲反映生活的基本手段 它是指演员通过表演以变形的方式 艺术的手段来比拟现实表现生活 表达情感 它是一种美的创造 是追求以形写神的民族传统美学思想 极淀的产物 极大的解放了作家 舞台艺术家的创造力和观众的艺术想象力 从而使戏曲的审美价值 获得了极高的提升 时间上有话则长 无话则短 转眼间数年光阴 寸柱香千秋万代 比如我们这个有出戏文昭官老生 他唱几句就过了一个时辰 咚咚咚一敲鼓就到三经了 咚咚咚咚又到四经了 随着他的一夜之间 也就是十分钟的时间 就到了天亮了 可这个时间他在唱的当中 表述他的此时的这种心怀 和遇难时的这种痛苦 和这个惆怅的这种心情 所以他在唱的当中 唱一段地下头换一次胡子 换一次染口 从黑换成蚕 从蚕又换成白 观众没有察觉 听过门的时候 观众神情可能稍微一转 他就换了染口了 等在一唱 哟他怎么变成蚕的了 等在一唱哟他怎么变成白 一夜之间白发 这就是胡子虚一夜之间反应白化 白发的这种一个过程 但是就十几分钟 观众就能认可 这一夜就这么十几分钟过去了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说我们真用一夜的时间来反映这个故事 那观众要等到天亮才能看到这个情绪 所以说这就是戏曲的魅力 空间上三五步行遍天下 六七人百万雄兵 请客间千秋事业 方丈地万里江山 这就是戏曲的它的虚拟性 把舞台有限的空间和时间 当作了不固定的 自由的流动的空间和时间 舞台的空间和时间 它的含义完全由创作者和演员赋予假定 运用自由 富有弹性 景随人意 观众也表示赞同和接受 京剧表演和观众达成这样的一个默契 时间和空间处理的灵活性 使京剧把舞台的局限性 巧妙地转化为艺术的广阔性 在舞台表演行动上的虚拟 通过舞台的调度和演员 对某些生动生活动作的夸张和变化 可以表现刮风下雨 行船走马 穿针引线等等 我们在舞台上上船 没有船 拿个船桨 走云步 一搓一搓走云步 身子平着走 就以为观众达就能感觉 他的视觉上就是在划船 这船桨在咬 骑马也是一样的 一般的来讲 拿一个马 马边 什么颜色马边就是什么颜色的马 赵云骑一白龙马肯定是拿个白色马边 观众就能假象到他骑一个白色的马 这种虚拟它的表演是观众认可的 是观众同意的 如果观众不同意的这种表现手段 和虚拟手段如果不接受 那么京剧舞台上的它的虚拟性早就发生了变化 所以京剧从形成到今天始终没有中断的前进 它始终是演员和观众互动交流互相达成的一门 相互理解相互能够包容的认可的 可以假象的这么一种艺术形式 在中国的文化中讲空灵 讲时空自由 讲意向简约 讲以意当时 由此 京剧中的表演 音乐 舞美都具有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美学特征 还比如京剧舞台上的武打场面 有陆战 车战 水战 夜战 甚至还有空战 空战是哪些呢 我们大家都看过京剧的孙悟空的表演 拿我们现代戏来讲杜鹃山的飞人 这个隔山之剑搭着这个藤根 哗 从舞台上就幽过去了 这在舞台上是用钢丝绳啊 哗 有个飞人 这就是虚拟的这种手段 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 我们都有虚拟的在空间上的运用 始终就没有中断 可以说虚拟性是京剧表演文化 最具魅力的审美特征